大家好 我们今天一同来说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 那就是说呢 为什么基督徒会自己称自己是一个罪人 说起自己有罪啊 或者说别人有罪呢 这是让很多人不理解的事情 很多人对基督教呢 有一定的看法 他难以接受呢 其实也在这一点上 他们会说啊 你为什么说我是罪人呢 我不杀人不放火不偷窃 道德完美 你怎么说我是一个罪人呢 这的确呢 是让人很难理解的啊 其实人是有罪的 或者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呢 这个是基督教信仰最基础最基础的一个概念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 基督徒 什么叫做基督徒呢 就是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 或者呢 愿意跟随耶稣这位基督的人 基督是什么意思啊 最直白的说法呢 就是他是救世主 他救赎了我 那他这位救世主 他救赎了人什么呢 他救赎了人的罪 我承认我有罪 我解决不了自己的罪 所以呢 我需要他帮助我 所以他就是我的救赎主 那如果人不承认自己是有罪的话 当然呢 就谈不到救赎 也就谈不到呢 你有基督教的信仰 所以如果一个人呢 他说自己是基督徒 但是呢 他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这是一个很荒诞的事情啊 那这件事情到底怎么理解呢 我们今天就一同来看一看啊 基督教所说的罪 它到底指的是什么 首先一提到罪的问题呢 大家马上就想到哈 说一个人有罪 那是因为呢 他被法庭判了罪 他有一些罪行 在基督教思想中啊 这个罪的第一层含义呢 他也指的是一些显露的罪行 那这个罪行呢 通常我们会不严谨的讲啊 就是指的呢 违反了我们世俗所约定的法律啊 道德伦理规则呀 总而言之呢 是他外在的行为呢 触犯了我们大家都同意的一些规条 就是法律 犯法的人就是有罪的人 他有一些显露的叫罪行 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啊 实际上呢 这个法律也好 这个法律所判的罪也好呢 他是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的 比如说呢 他就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什么意思呢 说我们今天每一个法律呢 他都有他的时效性 这个我想大家呢 不难理解啊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他们两个呢 要住在一起 这个在一百年前 不用说一百年前了 在五十年前呢 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里边呢 他都是一种犯罪 有伤风化呀 但是在今天呢 情况完全不同了 他不但呢 不会被称为有伤风化 也没有人去指责呢 说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 没有结婚 你们两个住在一块呢 这是一种道德败坏的行为啊 在很多移民国家呢 承认适时婚姻 两个人呢 他住在一起 这个还是对移民有很大帮助的啊 这个我们都是知道的 那这个实际上呢 我们看到两个人没有婚约 就住在一起 这是一种犯罪行为 这样的法律规定呢 实际上呢 他是非常有时间性的 那同样的东西 如果你愿意找的话 你可以找到很多哈 你会发现在很多国家呢 他有一些非常荒诞的法律条文 那都是呢 时间的印记啊 那法律呢 还会受到空间的限制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今天说 如果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杀了 然后把他分尸 把他煮了 然后他把他吃了 你说这是不是很残忍 重罪啊 当然大家都会说是了啊 但是有一种特殊情况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非洲 某些丛林的某些部落中 或者呢 亚马逊流域某些原始的部落中 那这件事情呢 就不是一个意外的事情 我饿了 一个人从我门前过 我一看到他 我把他吃了 这个跟吃一只羊 一头牛 没有任何区别呀 在他的心中呢 这是正常的 所有部落的人呢 也认为是正常的 那这个呢 就是法律受到空间的限制 哈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哈 我们知道呢 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内 违反了大家约定的这些条文 这些守则 这些规定 那么呢 违反了这些法律 那就犯罪了 我们会认为呢 这样被法庭判为有罪的人 那他就是罪人 那这个呢 就是罪的第一层含义啊 大家非常容易理解的 我们外在的罪行 那第二个呢 可能就要深刻一点的 他指的是人的罪性 在人的身体之中啊 我们每一个人 在他的心里边 都有一种犯罪的欲望 或者呢 犯罪的倾向 就是罪性 可能有人就说哈 心里有欲望也不行啊 这个是不行的 在基督教思想中认为呢 人心中有罪性啊 那这个呢 也是犯罪 为什么啊 因为人心里的罪性啊 这种犯罪的欲望呢 如果没有外在的限制呢 他就会彰显出来啊 大家可以想一想啊 如果没有法律的限制 没有后果 大家现在说 好了 银行大门敞开了 谁都可以进去拿钱啊 那随便拿 没有任何的后果 那你想想会出现什么情况啊 那现在杀人不犯法了 哎 他瞅你一眼 你瞅啥 哎 我马上就把他杀了 没关系的 只要你能打得过他啊 那这个世界会成什么样呢 你想一想啊 所以呢 实际上在每个人的心里啊 都有为自己的利益 为自己的这些享受感官的这些刺激啊 不择手段的想法 那这个呢 实际呢 是不应该的 这是不对的 那这个呢 就是犯罪的冲动 我们今天呢 每个人都承认啊 如果没有后天的教育 没有法律的威慑呢 人就会把这种欲望呢 实行出来 也就是说呢 人人心里呢 都有一种罪性 你想一想 你是不是有这种罪性啊 各个方面的啊 那这是我们说的 罪的第二个方面啊 就是人心中的罪性 实际上呢 在基督教的这个信仰里边啊 这个罪的概念啊 不仅仅是说外在的罪行啊 人心里的罪性啊 不仅仅是这些 他还有一个概念是什么呢 在圣经里边讲到罪这个概念啊 他用了一个特殊的词 这个词的含义呢 是一个人射箭 他的射箭呢 没有射到红心上 没有正中靶心射偏了 用我们的话来说呢 就是不够完美 那圣经说过这样的话啊 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 什么叫做亏欠了神的荣耀呢 就是说呢 人呢 应该是呢 完美的 就好像你射箭一样啊 因为每一箭呢 你都应该射到靶心上 这个才算是正确的 射不中啊 这就是错误的 人呢 如果你不能像神一样完美 那么呢 你就是有罪的 所以实际上呢 圣经在说到啊 说人有罪的时候呢 要求呢 人呢 应该是完美 完全 极端的好啊 为什么这么讲呢 这涉及到基督教思想中 另外一个核心的概念 就是人呢 是承认 自己是被神所创造的 神是创造者 人呢 是被创造者 被创造者 你是达标啊 是优秀啊 这个标准从哪来的呢 应该呢 是创造者来的 那我想捏一个茶杯 那个茶杯 什么叫做好啊 什么叫做能用啊 什么叫做残次品呢 这个是捏这个茶杯的人啊 他来决定 所以在基督教思想中呢 人承认自己是神创造的 那么神所设定的标准 说如果你能够被称为一个好人 或者呢 称为一个合格的人 那条件是什么呢 你要像神一样完美 那比如说哈 我看见好事我不去做 看见善行不去学 那在这基督教思想中 这就是犯罪了 那对我们来说 可以这么理解哈 你没有去学了一封做好事 哎 那你这个呢 就是犯罪了 那可能有人就问了 说那这么高的标准呢 哎呀 这是没办法 没选择的哈 我们生而为人 没有选择 不愿意呢 已经来不及了 那你已经被创造出来了 你已经生出来了 那神的标准呢 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呢 指的是说呢 人不够完美呀 这个是第三个哈 说罪的概念 只要你不完美 你就是有罪的 那第四个呢 就是更加具体了哈 说如果人是神所创造的 那么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呀 其他的目的呢 先不说 就说一点哈 神创造人呢 是希望人能够承认他的地位 能够承认他是神 承认自己是创造者 那你不承认呢 你就没达到他的标准 那这个就好像说 父母生孩子哈 我这孩子好也好 坏也好 能好最好 不太好呢 就是跟别人相比呢 一般一点 也可能接受 甚至坏一点呢 我也能接受 但是我有个基本条件 那他得认我是父母啊 这个呢 是我跟他建立基本关系的 这是基本前提嘛 所以神创造人呢 他不是没有目的创造的 他是按照他的形象 创造了人 那么人呢 就是首先第一个呢 就要呢 去承认他的地位 认识他 那人如果否认神 我不认为你是神 或者说呢 我不认为你是我的神 那在神眼里呢 这就是人的罪了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哈 在基督教的信仰里边呢 当我们说我是一个罪人 他其实不单单指的说呢 我是一个杀人放火呀 偷盗啊 道德伦理 这个沦丧啊 内心非常黑暗啊 是这么一个坏人啊 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指的是说呢 首先 我们不认识神 否认了神 第二个呢 按照神的标准 记住啊 不是人的标准 是神的标准的 我们是不够完美的 第三呢 我们没有办法去否认 在我们自己的心里边 我们有这种犯罪的欲望 犯罪的倾向 当然了 你说有一些哈 外在的违犯伦理道德 和法律条文的行为 那这个呢 人其实呢 也是不能否认的啊 比如说撒谎啊 愤怒啊 嫉妒啊 纷争啊 那这些呢 可能说我们说道德上的瑕疵 道德上的瑕疵也是瑕疵嘛 那你说我从法律上是一个好人 那你看什么地方的法律了哈 所以呢 呃 总而言之呢 基督徒说哈 我是一个罪人 他包含了这些的内容 这就是在基督教的信仰里边呢 我们谈到罪这一个概念 所以你想一想 按照你 现在的状态 按照基督教思想中 这个信仰的 关于罪的标准啊 你是不是一个罪人呢 嗯 这个是要好好考虑一下啊 那我们下边呢 再说第二个问题了哈 就说如果这样呢 是一个罪的概念 它包含了这四个不同的维度啊 或者是不同的层次啊 那么 罪的本质是什么呢 说我为什么会在心中 有这种犯罪的倾向呢 我就能不能把这个犯罪的倾向拿掉呢 那在基督教信仰里边呢 把罪呢 做了一个拟人化的描述啊 说罪是一个什么呢 这个罪啊 不单是一种对行为的描述 说这个人去做了什么事情 他叫犯罪 他做的事情呢 这是罪啊 不是不仅仅是这样 指的是说呢 在圣经的描述中啊 这个罪呢 好像是一种势力 用一个拟人化的形容呢 它好像是一个无孔不入 无处不在的 这样一个像空气一样啊 笼罩在整个世界 每一个人身上 从里到外的呢 这样的一种神奇的能力或者势力 那这个能力和势力 它会让人做什么呢 那就是让你不会学好 你不没有能力呢 做得好 做得完美 那刚才我们讲的 罪的标准呢 是不够完美啊 不认识神啊 心中有犯罪的倾向啊 那罪的工作呢 它就是让人呢 让你永远也 不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呢 你可以达到完美的状态 那我们这个跟我们中国传统的 比如儒家思想呢 比如说传统的汉传佛教的思想呢 这个就是截然不一样的了 截然相对的 因为我们会认为呢 人通过不断的努力啊 你是可以达到完美的状态的 佛教思想认为呢 那不行 咱就下一辈子再修行吧 对吧 总有一天咱能变好 那呃 儒家思想认为呢 科技福利嘛 只要你科技啊 修身治国平天下 那你就 呃 总有一天你会变好的 但是 基督教思想认为呢 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罪已经完全的把你控制住了 你是身不由己的 这种能力呢 就是让你不学好 让你不能好 这就是罪的工作啊 所以呢 人才需要救世主 人才需要救赎 也就是说呢 人才需要基督 呃 那这些呢 就是在基督教中啊 关于罪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看法 我们今天呢 呃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啊 希望大家有愉快的一天 再见